能在这儿坐会儿吗 不能 等人啊 等我儿子 他什么时候来 我在等他走 没听懂啊 也是 我也没说明白 看见了 滑梯边上那个 穿灰上衣 牛仔裤的 那是我儿子 我不要了 等人把他捡走呢 咖啡凉了 十七次 这是第十七次我抛弃他 第一次就是心软了 有两次是一出门下雨了 还有一回 妈妈 平时有个脚子 偏偏那个时候脚子 再一回 有两人要把他领走 看着像人贩子 人贩子不会要他的 孩子怎么了 该好奇了 自闭症 面开尊口 知道你要说什么 不就是性格孤僻 不还跟人打交道吗 自闭症 自闭症 好酷啊 自闭症 是不是那个电影 那叫什么 雨人的那个 超强的激励 你儿子是不是也那样啊 呦 你看你儿子多好啊 安安静静的 我们家那个 一整天都闹翻天了 觉得我有病是吧 其实这是一种病 是一种和这个基因 还有环境有关的 现金性的疾病 目前来说吧 没有药可治 你看他 安安静静 漂漂亮亮的 我能和你玩吗 哥哥 咱们两个可以一起玩吗 我们家琪琪三岁了 还不会说话 也不会拿眼睛看人 最喜欢低着头丝纸 有的时候 会拿订书器 一整天在那里 啪啪啪啪啪的 要不然就抱着一个闹钟 一直听一直听 而且还会自残 总而言之 他这种病一辈子也离不开人 他这辈子算是给毁了 还要毁我 可就是毁了我的 也救不了他呀 只能是康复 只能是康复 现在他一堂康复费需要 两三百块钱 一个星期至少四堂 我一天打三份工 可身边也离不开人呢 就把我妈叫来了 我妈 我妈都七十多了 有一天他跑丢了 我妈疾风了 满大街的招 他满眼的没穿进衣服 结果 我妈 爱适合 即使 They were 我妈 主要是 我妈带ico的 跟妾的 我妈带ico的 你自己去 你自己去 取消了 因为我真的 我 好 真的 你在说 不这么 要是走我前都还好 要是我先走了吗 谁管他 孩子爸爸呢 跑了 早跑了 就是因为当初我不肯扔了他 可你现在看了 说下真是个段子 他呀早又再婚了 有一天电话响 回接着他 你猜怎么着 他是向我咨询 现在琪琪在哪儿康复 他后来又生了一个 还是 又一个可怜的孩子 是这样啊 别别别别 别给我灌鸡汤 我听得够不够的了 我就这样 亲生儿子我不要 我就要扔了他 琴瘦不如是吧 我认了 昨天 我带他去康复中心 没看见星星 星星 你的小马我还没给你呢 琪琪 给你啊 琪琪 那我先过去了 琪琪 别跑 后来知道 星星抱拔了 抱着他从大枪上跳下去了 我今天是下定决心了 我今天是下定决心了 我一定要把他给扔了 我也有个自闭症的女儿 今天十一岁了 她两岁的时候 我妻子就走了 我一个人把他带大 现在我们俩很幸福 所以我知道你的苦 所以我一眼就看出琪琪 我也一眼就看出你准备干什么 因为我也曾经那么想把你 想把乐乐 你知道吗 这些年我一直后怕 怕那次真的把乐乐给你 我跟你到这儿来 就是不想让你后悔 是吧 是这些年才会 是这个步传 是什么 我还会是什么 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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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些年轻人 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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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